當然我們尊重台中鄉親對公民權的行使 以及罷免的結果 但是我想陳柏惟委員 他是一個直率坦白的委員 他也努力過了 在他的選區裡面 他也認真的為每個鄉親來服務 在立法院當中 他也是執著 希望能夠表達他的政治上 追求的價值 努力的過程尤其有落 政治的路也許會遇到挫折 我們還是給他鼓勵 給他加油 你覺得很可惜嗎 我想未來的路也許還很漫長 我們會給陳柏惟繼續鼓勵 有人說好像 台南市長黃偉哲有說 就建議可以修那個選罷法 我想這個時間點 我們還是給陳柏惟鼓勵 歡迎 北區 既然來自傳柏惟 但 Reid 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